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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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撿到石頭布 大家好 我是牛奶哥哥 大家好 我是泡湖姐姐 還有珍珍老師 大家好 我是珍珍老師 還有兩位可愛的小朋友 還有黃豆 哈囉 欢迎他们 小朋友 你们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动物呢 赶快来看看 原来刚刚泡芙姐姐学的是乌贼 一起来看看 做乌贼需要什么材料呢 今天的材料有 各色卡纸 皱纹纸 黏土球 彩色笔 亮片和圆点点 双面胶 剪刀 还有白胶 那我们现在就请珍珍老师 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作品 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屋贼 有没有看到它的脚好长 好长的脚 对 而且重点是 它是一个很好玩的玩具 等一下做完之后呢 珍珍老师再告诉你们 要怎么玩好不好 好 首先呢 我们要用卡纸准备一个半圆形 半圆形的卡纸 是 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偷偷地给它对折一下 轻轻按一下 轻轻的就好了 对 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比较知道它的中间位置在哪里 到时候呢 我们画表情的时候呢 才不会位置画偏掉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拿起我们的笔 先把它的表情画出来 好 记得喔 好 刚刚我们中间有折了一个中间点 所以我们眼睛呢 就要大概把位置抓出来 我要画一个大眼睛 好 好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可以看看喔 你们的屋贼呢 看你们是要笑嘻嘻的 还是有苦瓜脸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下半段的地方啊 画一些屋贼喜欢吃的食物给它吃好不好 好 哇 所以珍珍老师我们接下来做脚了吗 对 我们先呢 准备十条长条形的纸 你可以用皱纹纸把它剪长条形 或者呢 你也可以用美术纸 把它裁成长条形 那我们呢 今天呢 珍珍老师用一些方式来装饰这些屋贼的脚 我们可以呢 用这个标签贴 痘痘贴 好 来 当作是屋贼的膝盘 把它贴上去 来装饰它 那除了用痘痘贴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来黏漂亮的亮片做装饰 那要记得喔 因为我们今天选 如果你选的是皱纹纸的话 我们用白胶的时候 量要少少的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有的时候白胶太多 白胶也是有水分 那那个皱纹纸的话它就会有点褪色 所以我们要用一点点就好了 好 贴完亮片之后呢 如果家里有像这样可爱的造型打孔器 我们也可以拿来用 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对 你要打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用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你翻过来的话 你可以清楚的知道位置在哪里 可是如果你这样子用的话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打到边边去了 这样打到边边之后就更好看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你现在位置是在什么地方 还有一个方法呢 喔 还有方法 还有方法 还有方法就是小朋友家里一定有的啊 怎么用彩色笔来画图形 直接画完就好了对不对 对啊 你想要画什么图案呢 就把它画上去 哇 我发现 把橘色的点点啊 贴在紫色的触角上面啊 好亮喔 对啊 有一种荧光色的感觉有没有 真的 很像荧光乌贼 那哥哥这个可不可以送给我一下 好好跟黄东你们看 这样这样这样 好亮喔 好像荧光乌贼有没有 大家的触角都做好了吗 好了 好 珍珍老师 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在每一条触角上面 用双面胶带贴上去 等一下我们要黏在 乌贼的身体上面 那你黏双面胶的时候要注意件事 黏在上面有图案的这一面 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平常你在贴东西的时候 你都会想要贴在背面 可是这一个比较不一样 乌贼的脚胶我们要贴在正面 你的图案在哪一面 你的双面胶就要贴在哪一面 接下来这个 我们把它的身体拿出来 刚刚我们是不是已经有 偷偷地在这里稍稍轻压了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 一半在哪里了 然后我们把双面胶带 黏在来黏一半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脚黏上去 那你可以自己安排啊 你现在手上是不是有皱纹纸 也有美术纸 对 你可以决定我要一张皱纹纸 一张美术纸 还是全部的皱纹纸一国 美术纸一国 好 自己安排一下 贴在下面 边缘的地方 最后等一下贴到这两边的时候呢 要留一点 不要全部贴到满 意思就是呢 不要贴到这个位置来 因为我们等一下合起来的时候 一定会有重叠的部分 那如果你贴在最后面的话 后面的部分就容易重叠在一起 没有那么美丽 好 我们大家的长胡子触角都做好了 你们做好了没 做好了 好 老师那我们要继续咯 好 接下来呢 秘密武器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今天呢 要玩这个玩具呢 就是要靠它了 这个前端这一坨呢 是黏土 然后呢 我们把一条线塞到这个黏土里面 等它干的时候 它就会黏得很紧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一端 这后面我们可以稍微打个结 这样子我们黏的时候 它会卡得更紧 好 在顶端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对折一个中间点 对 顶端的部分用胶带 把它黏得很紧很紧 大家都贴好了对不对 对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组合起来了 用你的手 先一手把它大概这样子抓住 好 等到你觉得差不多 这样子是你要的了之后呢 就把一端撕开来 按下去这样就好了 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尾端的这个部分 用定书机再加强一下 它才不会很容易 有的时候不小心它就蹦开来了 最后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在后面剪一个三角形 所以呢 我们把纸张 剪一个三角形 那我们就在中间一样用双面胶带 中间的地方黏上双面胶带 把它贴上去就完成了 好 看一下看一下 完成了 好 可爱的小屋贼完成了 好 那我们大家把最后一个步骤做完吧 好 屋贼都做完了没 做完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作品咯 好 好 牛奶哥哥今天做的呢 是乌贼爷爷 大家好 我是一百多岁的乌贼爷爷 好 那换我 泡芙姐姐做的是 你好 从韩国来的韩国爱心乌贼 韩国的爱心乌贼 很有爱心喔 对 他会扶老公公过马路喔 他头发好可爱喔 对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黄豆的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小黄豆的 黄豆你的是什么乌贼 黄豆乌贼 是黄豆乌贼 那黄豆乌贼喜欢吃什么 蔬菜 喜欢吃蔬菜 所以它绿绿的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浩浩的好了 浩浩你的是什么乌贼 火箭乌贼 而且我发现火箭乌贼有带黄色的 黄罐对不对 对 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公布答案囉 这个乌贼到底要怎么玩呢 老师快点教我们怎么玩 好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乌贼投植游戏 投植游戏 所以我们要丢得很远 来 手抓住黏土这个部分 好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要尽量地 用力地往原点的地方丢 好 我们来赌赛 好 好 准备喔 1 2 3 1 2 3 谁啊 我们最后1 0 没关系 好 我们剪起来可以玩彩带舞 跳舞 好 好好玩喔 好漂亮 真的耶 好美喔 今天的乌贼投植游戏 好不好玩 好玩 那我们谢谢珍珍老师 不客气 还要谢谢黄豆还有浩浩 好 下次呢 还有更精彩的节目 一定要记得收看 剪刀石头布 拜拜 完成圆锥罩粘好 剪个三角形 贴上双面胶 粘到背后 就完成好玩的投植舞贼了 下一次要做的是 会跳舞的毛毛虫哦